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沈若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 首先是今日股市 然后是股盘分析 今天的财经热化 我们为您带来这几个话题 黑色五月股市 今年形势或更严峻 路透社消息 托克首度在中国发行人民币 计价债券 筹资5亿人民币 金融时报消息 法国经济部长喊话美国 不要让欧洲遭受迟余之灾 之后是华尔街电视新闻 电视新闻之后 为您带来华尔街焦点 海航预建立海南自贸区 扭转资金链困境 耗资10亿美元的万达东方引都 能否雷霆再起 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杂志 将为您带来 五年之后 智能机器人会像手机一样普遍吗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日股市 每股周一收跌 医疗保健 工业及原材料板块走低 令大盘成压 投资者正在关注一些 重量级的并购交易消息 以及经济数据 并等待从周二开始 召开的美联储 一期会议 今天道指跌148.04点 报24163.15点 标普500指数跌21.86点 报2648.05点 纳指跌53.53点 报7066.27点 每股周一高开 低走 麦当劳在盘前公布的强劲财报 提振了市场情绪 推动每股高开 但是随着电讯板块股价下跌 每股逐渐转跌并最终收低 至今为止 在已经公布财报的 标普500成分公司当中 79%的公司 盈利超出华尔街预期 美股涨幅受到了 其他一些因素的限制 其中包括对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国际地域政治关系的担忧 以及有关全球经济同步增长时期 已经结束的悲观预测 中美贸易关系前景 是市场较担心的问题之一 因此交易商们将会密切关注 美国财政努清 本周访华之旅 以及双方的高规格贸易谈判 努清周议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 尚未决定豁免哪个国家的钢铁 与铝产品关税 投资者同时还在关注 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周此项收益率 自2014年以来首次突破3% 但迅迹回落至 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之下 通常国债收益率大涨 将使资金从股市等风险 资产市场流入国债市场 好 接下来为您带来股盘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关注的焦点股 首先是Spring Spring今天收跌13.7% 此前有消息称 该公司准备与T-Mobile进行合并交易 两家公司已经签署了价值 260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协议 如果获得反垄断机构批准 美国的无线通讯市场 将受到三大国家级运营商的主宰 这是两家公司在近年来 进行的第三次合并尝试 与此同时T-Mobile收跌6.2% 其他交易方面 沃尔玛的英国旗下部门 Esta Group同意与英国超市连锁商 J-Stanbury进行合并 合并后的实体年度营收将为690亿美元 沃尔玛收高1.3% 马拉松石油公司正式将收购竞争对手 Avander交易价格为356亿美元 物流企业公司PLD已同意收购以84美元收购竞争对手DCT 其中包括承担债务 麦当劳股价收盘大涨5.8% 该公司在周一开盘前宣布业绩超出预期 在美国上市的广告业巨头WPP股价攀升 此前该公司宣布第一季度财迹业绩超出预期 这是Martin Soros辞去CEO职位后 该公司公布的第一份财报 好 接下来为您带来财经热化 首先是黑色5月股市 今年形势会更严峻 美股积极而又动荡的4月已接近尾声 投资者们期待它的5月表现会更好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 5月对于股市来说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月份 美股积极而又动荡的这个4月之后呢 投资者们更期待这个5月 但是呢5月份据数据表明啊 Stock Trader的数据表明 对于主要股指通常来说是充满变数的一个月份 从历史上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月通常是持平的 而在过去的67年里 每年5月的道琼斯指数有35个是正值 32个是负值 对于标普指数来说 从过去的67年里来说 每个月的5月数据39个是正值 28个是负值 历史表明纵视为了一个月 股市表现将会相对平静 但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可能会对他给他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基于年间历史数据来看 每年5月道指平均下跌0.7% 跌幅远高于一年的平均水平 0.02% 对于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来说 历史上中期选举数据明显比其他年份数据更差 在中期选举来袭时 标普指数下跌0.9% 而纳斯达克指数历史性下跌1.2% 同样标普500指数在一年里平均上涨0.2%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9% 从往年的中期选举来看 5月的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是排名第9家的月份 而5月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是第10家的月份 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特别是在竞选活动中 开始进入11月的投票之际时 一般人们认为 那时市场存在的政治风险 是潜在的 高盛最近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他们有理由预计 未来几个月 股市的不确定性将继续上升 好 接下来一则来自路透的消息 托克首度在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 路透4月30日报道 托克周一表示 已经成为首家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筹资的国际及大宗商品贸易公司 而且已经通过发行首当人民币计价债券 筹得5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在声明中称 以利用私人配售形式 在银行间市场发售三年期债券 这是托克23.5亿人民币 熊猫债的首个部分 托克财务部长Christophe Selman称 托克已经在快速成长的债势中插起 计划成为债券发行常客 他称 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 将持续提供托克额外的流动资金 支持我们的贸易业务和投资事业 托克表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为本交易的主要部级行 托克是世界领先的大宗商品 独立贸易和物流公司之一 2016年托克集团在世界500强排名中 名列第59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来自金融时报的消息 法国经济部长喊话美国 不要让欧洲遭受持余之灾 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敦促美国 不要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 让欧洲遭受持余之灾 并且称 如果华盛顿方面放弃对钢铁和铝 遵守惩罚性关税的威胁 欧盟就准备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 勒梅尔表示 欧盟正在寻求让美国对其永久免除 25%的钢铁关税和10%的铝关税 这些关税将从5月1日起临时性豁免到期开始生效 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3月宣布了钢铝关税 以对抗他认为的美国钢铁制造商受到的不公平竞争 并迫使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商品关税做出让步 勒梅尔表示 法国愿意致力于贸易体系的未来 因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 但美国首先必须放弃其关税威胁 欧洲正在密集的展开最后一刻的游说工作 试图让美国延长下周二就到期的关税豁免期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川普在华盛顿进行了会晤 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欧盟贸易专员正在与美国商务部长 罗伯斯堡是密切关系 好接下来我们来收看一组华尔街电视新闻 瑞士预将自身打造为全球加密货币行业的中心 美国两电信巨头合并加速5G发展 联邦通讯委员会说手机费恐怕要涨价 欧盟新个资法5月实行 脸书将15亿用户个资签回美国 对美国让步 中国宣布外资券商控股比可超过50% 投资加密币颠覆华尔街 哈佛申掀起新一波浪潮 小米上市前创始人宣布辞职 原财政部长周寿 资深职高级副总裁 接下来是黄建林又火了 自知好莱坞影城 今天在青岛低调开张 中美人工智能合作 美国或收紧审查 好接下来我们来收看这组华尔街电视新闻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瑞士预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行业的中心 当24岁的伊恩沃勒尔去年建立加密货币 投资初创公司Mybit的时候 他选择了瑞士湖畔城市楚格 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 加密货币这个自由不受拘束的金融领域 难以与保守传统的瑞士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这个与超级避险货币 瑞郎以及阿尔卑斯山紧密相连的国家 波动剧烈的数字货币却成了新宠 楚格和瑞士金融中心苏黎世 正在全力朝着加密货币金融中心发展 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 去年全球十大首次代币发行中 有四桩发生在瑞士 这一比例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 投资者的期望在于 瑞士的银行业业务能力 低税率 一流大学 以及瑞士品牌本身构成的吸引力 能够如同硅谷给美国带来的优势一样 瑞士为将所谓的加密股发展成 该国经济部长口中的加密国家 而做出的努力以取得一些成果 这或可以抵消该国银行业日益萎缩的影响 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的数据 过去十年 该国银行数量已减少20% 加密股项目的开发商称 入住加密股和另一地点的公司数量 已经从去年年初的15家激增至100多家 楚歌的经济部长表示 加密股崛起于5年前 区块链平台先驱受楚歌亲商环境吸引 而落户于此地 在此之后 其他公司纷纷而至 一个生态系统由此建立起来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中兴通讯第一季度利润大增 尚未把美国禁令影响考虑在内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布 第一季度利润大幅增长 不过这份业绩报告并没有把美国的禁令影响考虑在内 上周美国禁止这家中国电讯公司购买美国零部件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称 截至3月31日的第一季度净利润为人民币16.9亿元 约合2.66亿美元 同比增长39% 收入为人民币288.8亿元 同比增长12% 中兴通讯原定于上周公布第一季度业绩 但后来推迟业绩发布时间 称需要时间评估美国商务部上述禁令的影响 美国商务部称 中兴通讯违反了之前就其破坏伊朗和朝鲜制裁的指控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 中兴通讯表示正在评估美国禁令的影响 打算在完成影响评估后重新编制并披露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该公司称该禁令威胁到公司的生存 分析师称该禁令涉及来自美国的重要软件和零部件 中兴通讯的新闻稿中称 拒绝令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 公司尚无法全面准确的评估和预测 Tmarble和Spring两个主要电讯公司宣布合并 业界人士指出合并可加速5G快速通讯未来的发展 但分析人士担忧合并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会意味着涨价 不过两家公司付的人都表示不会有涨价 但Spring在服务和可信度上都是呈现垫底的 这个结果对市场来说都还是充满了变动跟趋势 而Tmarble和Spring的电讯公司是两家风格 不同的公司维权组织警告说两大公司合并将会导致竞争降低 而竞争降低也将促使价格更高 并且如果两个电讯商合并 消费者的选择也将不存在 但Tmarble之心将表示 合并将导致更大和更激烈的竞争出现 在无线通讯等领域合并之后 也将创造出更强的竞争力和更低的价格 但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表示 他才不相信会出现竞争更激烈的环境 资料保护规范5月将在欧盟国家施行 这次号称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个资保护法 违反规定的企业最高可罚全球营业额的4% 据报道指出 脸书赶在欧盟新法规生效之前 将美国、加拿大、欧洲地区以外的15亿个资 从爱尔兰移回美国 避免受到资料保护规范的管辖 脸书在国际中有两个总部 一个位于美国 另外一个位于爱尔兰 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以外的脸书用户割资 下个月起将会搬回到美国总部 避免受到资料保护规范的影响 移出用户资料 免除巨大的潜在责任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表示 他公司在精神上是符合欧盟规范 但没有承诺作为业务标准 学者指出 脸书这个作为也代表减少对隐私权的保障 中国宣布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证券持股可超过50% 这被认为是中国在美中贸易纠纷中 开始做出让步的迹象 美国公司长期不被允许 在证券和汽车等关键领域控股 美国特拉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上个月在推特上抱怨 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不能拥有50%的股权 但在加州就有5家100%独资的中国汽车公司 中国新的规定意味着 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多年的外商 终于开始进入控股时代 中国在本月初还宣布 将在2020年起 取消并降低进口汽车关税 美中两国都威胁要对1500亿美元的贸易加征关税 但中国也有舆论表示 这早已计划的开放措施 并非是让步的举措 哈佛大学出了许多科技创业家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前微软执行长鲍木尔 掀起了作业系统软体革命 30年后扎克伯格创办脸书 推动社群网络浪潮 新年19岁就读哈佛大学的叙利亚移民后代哈米德 和另外三名同学成立了专门投资数位货币的 避险基金公司Prington 研究数据显示 目前大约有226个基金是针对加密币成立 大多都是在过去一年间上线 管理的资金高达50亿美元 协助哈米德等人成立公司的 Citadel公司执行长阿斯蒂表示 许多资金撑不久 有些都失败退场 尽管困难重重 但还是有更多资金不断冒出头 其中步伐是由20几岁的年轻人主导 根据试调机构Harris Paul的调查指出 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陆续投入比特币游戏 Prington四位共同创办人 之前就各自投资虚拟币 从去年开始一起讨论加密货币 哈米德去年秋天成立哈佛大学区块链社团的时候 吸引了超过300人想参加 哈米德透过投资加密货币为他赚了不少钱 金额足以让一位朋友震惊不已 这也让他有了创业的念头 Prington计划使用科技分析 套利机会 投资组合优化和机器学习等方式 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 Autonomous Research金融科技策略主管苏克林指出 经营资金的成本很高 因此这些资金大多将目标设在2500万到5000万美元 他也看好Prington可能有机会得利于世代优势 从市场的反射效益中取得利益 Prington计划筹资100万美元后 将公司正式上线 目前已筹得70万美元 中国手机品牌小米创始人辞职 董事长兼执行长雷军发出内部邮件 宣布管理层的异动 小米联合创始人周光平 黄江吉辞去公司职务 同时任命小米财务长周受资为高级副总裁 这也是八位联合创始人中第一次有人离开小米 据报导指出小米八位联合创始人中 分别是小米总裁林斌 战略副总黄江吉 首席科学家周光平 执行长黄军 品牌战略官黎万强 高级副总裁刘德 小米电视业务负责人王川 及高级副总洪峰 雷军在给员工的信中提及 周光平为了小米手机的研发和生产 打下了很多的基础 黄江吉带领多项业务的拓荒 但黄江吉负责的小米锐油器 定义过沉重 成本也过高后 被公司内部战略上定义为失误 而这次升任的财务长周受资 在加入小米接近三年 替小米厘清了财务关系 同时在技术上创新 生态链布局发挥了作用 在小米上市前夕 周受资的角色和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娱乐新星报为您播报 王健林又火了 自治好莱坞影城今天在青岛低调开张 由中国亿万富豪王健林拥有的万达公司建构的中国好莱坞市综合影城 今天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启用仪式 因为中国金融监管仍然严格 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外国影星捧场以减少喧哗引起注意 但这不影响这个影城成为比好莱坞规模还大的电影场 据法新社今天自青岛报道 投资多达5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好莱坞市电影场 今天举行开启仪式 该影城占地500个正式足球场大 并建有30个各种规模的摄影棚 其中最大的摄影棚占地1万平方米 堪称世界第一 中国好莱坞的目标是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将外国电影吸引到中国来拍摄 中国好莱坞影城还将继续扩建 至少有10个摄影棚还将被增建 王健林及房地产、饭店体育和影视营业为一身 自然也为中国好莱坞设计了大众娱乐 除了电影院、学校还有医院、高级酒店 以及豪华游艇俱乐部 中国好莱坞影城里 还有一座占地36万平方面积的商业中心 邀集高档商铺、咖啡店、饭店、游乐场、滑冰场、水上乐园 一座亚洲最大的电影院也在好莱坞城里 王健林今天肯定这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电视电影影城投资 尽管王健林仍居彭博社排名的中国巨富第四名 王健林此时仍然显示低调谨慎 影城开启一室没有邀请任何外国影星 但该影城开建时有数位全球知名影星被请来捧场 按照王健林评论 中国目前很少有电影打入国际市场 张艺谋拍摄的电影原本以为会成功赚钱 但却完全失败了 长城和环太平洋起义国际评论很差 王健林驻见的中国好莱坞影城 今后主要吸引全球电影拍摄制作到中国来 据信法国与中国合资的电影《最后的狼2》 已经定好于2019年来此地拍摄 王健林透露 中国好莱坞影城中的摄影棚现已全部卖出 有与王健林竞争的另一个房地产巨商买下 据国际制片人Natasha德威利评论说 中国永远是追求全球最大最棒 但问题是从现在起 就得每年吸引足够多的拍摄 来让这个中国好莱坞影城玩转起来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报道 中美人工智能合作 美国或收紧审查 中美贸易冲突之际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 美国政府可能扩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范围 目前的审查限于投资和企业并购 未来可能扩大至企业间的非正式合作 只要关乎国家安全及其他关切 均可能被审查 当中以人工智能领域尤为敏感 将影响非正式合作 如派新产品样本 路透社引述四名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部分议员和官员建议扩大审查范围 担心知识产权被窃取 以及技术转让给中国 消息人士指人工智能受到特别关注 因该技术可能为运用到军事领域 或其他的受审查领域 包括半导体和自动驾驶汽车的 目前这只是初期想法 未清楚会否有进一步行动 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间的非正式合作 会落入新的审查范围 根据人工智能硬件领导厂商英伟达的说法 去年推出共数据中心视频游戏 加密货币挖矿等使用的新款绘图处理器时 曾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送出30套样品 其中三人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 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 在中国的合作仅止在获得在华销售晶片的反馈 这些合作包括培训中国的科技人员 允许华为等中国企业初步使用该公司的部分 部分最新技术等 我们极为保护我们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能 我们没有向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企业提供核心技术 如果未来审查收紧 像这样的非正式合作可能都会被禁止 消息说如不监管中国公司十年超美 一名目前在修订美国的外国投资规定方面 向议员提供咨询的消息人士表示 我认为除了加强监管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如果不这样 最终结果是中国企业发展壮大 他们将在10到15年的时间里 挑战我们的公司 白宫一名官员称 不就针对内部管理政策讨论的揣测直评 但说我们对中国制造 海南集团作为海南岛上900万人口的最大雇主 和世界500强企业 未来三五年将新增40条海南出发抵达航线 建设物流仓库 并帮助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 劝商纷纷炒作推荐海南赛马或体育彩票的概念股 海航系A股上市公司每次都被提及 多把单上留名 坊间一直传言 海南好海航就好 乍看海航似乎可以借此机会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天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党中央对海南改革开放寄予厚望 随即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国家赋予海南新的历史使命之一 消息一出 海南板块异军突起 受重大政策利好推动 个股掀起涨停潮 新大洲A海马汽车 海南橡胶 海南矿业 海南瑞泽 罗牛山 海德股份等21个个股涨停 但行情未能持续到周末 而从公募基金的角度看 其实对海南板块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 以去年年底收盘价计算 海南控股 普利制药 海红控股 海南海药 华文传媒等个股新增持部分 参考市值均超过一个亿 而作为海南境内最大的上市公司 海航控股积极推动海南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并期望借海南开发摆脱目前困境 海航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陈峰表示 今年是海航集团创业25周年 25年来 海航集团从海南单一地方航空运输企业 发展成为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致力于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的四流融合发展 在航空旅游 现代物流 现代金融服务等多领域 积淀了产业发展的优势 这离不开海南省委省政府 对海航在政策资源等各方面的权利支持 海航集团各单位要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工作实际 紧扣海南省整体发展规划 继续在海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 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大显身手 为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应有之力 海航集团在1993年 只拥有四架客机的海南航空起家 到今天发展成为跨地域跨行业 坐拥中港15间主板上市公司 旗下总资产于6000亿元人民币的民企集团 海航集团通过发行债券 定向增发 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 四处进行收购 2009年底海航集团资产总额达到了553亿 到2015年6年时间 海航集团资产总额再8倍 达到近5000亿元 控股及参股10家上市公司 2017年年底海航集团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并且一直持续发酵 一直以买买买注称的海航 不得不停下并购的步伐 仓促解决自己的资金链危机 迅速转变为卖卖卖模式 因此这几个月来 海航集团一直都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短短20年时间 海航集团就从一个地方的小航空公司 超越国有三大航空公司 成为中国最大的航空集团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 海航集团以530亿美元的收入赫然位列榜单的第170位 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航空企业上榜世界500强 而前一年海航集团才排名财富世界500强第353位 穿升速度令人扎舌 在外界眼中 海航的扩张之路可以以不走寻常路来形容 始于2004年的海航全球并购战略 其实一直都备受质疑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 2017年底终于集中爆发出来 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海航系的10家上市公司 其中有7家突然遭遇停牌 一呼寻常 将海航资金链困局全面曝光 面对外界的高度关注 2017年1月18日 海航集团董事会主席陈峰终于打破沉默 站出来承认海航目前正在面临资金流动性的问题 尽管海航旗下的多家上市公司都相继停牌 海航方面却表示上市公司停牌与集团资金流动性问题无关 但是这样的解释显得相当苍白 据彭博社报道称到2018年4月海航集团面临约150亿元资金缺口 因此海航计划上半年储值约1000亿元的资产 达到资产总额的近十分之一 粗略估计海航的代售项目全部出售 将为其回笼大约500亿元的资金 但这与海航集团156亿的利息支出和1852亿元的短期债务相比 依然是杯水车薪 因此能否借海南开发翻身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耗资10亿美元的万达东方影都能否雷霆再起 亿万富豪王健林曾放言 青岛这座海滨城市有朝一日将匹敌好莱坞 成为全球电影之都 但是随着万达集团在青岛的影视基地周六正式开业 与5年前王健林发表这一宣言相比 青岛距离实现这个目标似乎更加遥远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 王健林麾下的万达集团赤资近10亿美元 打造了30个高科技摄影棚和影视制作设施 这些都是青岛东方影都的一部分 这个总投资80亿美元的庞大影都 还拥有公寓、商业开发和室内主题乐园等配套服务 娱乐业专家认为 尽管这个影视基地令人印象深刻 但青岛却不太可能吸引到王健林 在2013年青岛东方影都动工时承诺的好莱坞大制作 当时万达斥资数百万美元 请来了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尼可基德曼等国际影星助阵 王健林当时说 每年将有30部外国电影在青岛拍摄制作 但事实上 青岛东方影都的一些摄影棚 现在已经开业一年 而在这里拍摄的唯一一部大片 是王健林麾下传奇影业拍摄的 《环太平洋2》雷霆再起 好莱坞和电影制片人表示 青岛的这些影棚 未来可能主要由中国电影公司使用 这些制片人提到许多因素 包括青岛电影制作激励政策的可靠性 这些政策对于筹集资金的电影制作人非常重要 行业人士说 在决定电影的拍摄地点时 这类现金补贴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 电影制作人通常基于这些政策 筹款拍摄 寄希望于之后获得补贴 《环太平洋2》雷霆再起的执行制片人表示 只有在激励政策的验证之后 才能放心的筹款 万达的一位代表承认 影视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但同时表示 现在说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国际制作 以及证明其财务上的成功为时过早 万达代表说 已经开放的摄影棚去年的占用率约为70% 拍摄了10部电影 主要是国内电影公司在用 青岛一度被视为可能连接好莱坞与中国的一道桥梁 对于好莱坞来说 中国不断壮大的电影群体 有助于抵消美国电影票房下降的影响 而对中国而言 借力好莱坞是中国制作更好的影片 并打造全球影响力的途径 他表示 青岛40%的现金补贴相当慷慨 但仅适用于青岛招聘的线下员工 不包括影星和导演这样的线上人才 而其他影视基地的激励政策 覆盖了这部分报酬开支 其中也包括乔治亚州 许多制片人也认为青岛的激励政策不够详细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万达提出了一份500页的 仿照加拿大和英国的详细补贴文件 但青岛市政府决定公布一份 只有两页的一般性文件 美国师门影业 麒麟影业等电影公司 曾表示计划在青岛拍摄电影 但制片人和电影公司高管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公司兑现拍摄承诺 制片人表示对国际制作方来说 在中国拍摄还面临着其他挑战 他们抱怨在中国拍片要面对一系列障碍 比如美国到中国旅途时间太长 签证设备通关和不懂英语的 演职人员共事等等 而且中国监管部门要审查剧本 可能限制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类型 制片人称 虽然这些挑战可以克服 但的确是许多制作人决定在其他国家拍片的因素 Netflix描写13世纪马可波罗 在元朝冒险经历的电视剧 马可波罗是在马来西亚拍摄的 即将上映的中国与好莱坞和拍片 锯齿沙的故事发生在海南岛附近 但大部分是在新西兰拍摄 《长城》也许是青岛拍摄的最知名的影片了 这部由马特达蒙主演的电影 由传奇影业耗资1.5亿美元打造 2015年 长城在青岛拍摄了两周外景 当时影都还未修建 据知情人士说 这部影片很快就拿到了约250万美元的补贴 以便王健林能在好莱坞宣传电影 鼓励政策的时候举例 麒麟影业开发制作部门主管表示 该公司仍在考虑是否在青岛拍摄一部 名为寄居者的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 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故事 万达2016年宣布 王健林名下的传奇影业将在青岛拍摄 《怪兽之王》 但这部影片最终选在美国乔治亚州拍摄 那里的优惠政策使其成为电影拍摄的首选之地 为了减少负债 万达不得不卖掉对旗下电影公司的控股权 目前万达仍在运营青岛影视基地 但不再负责其经营预算 万达打算与青岛市政府分摊补贴计划的成本 万达代表说 万达准备在周六的盛大开幕式上就补贴政策 给出更详细的解释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 万达黄大学 他们这机器人不只是单单一个机器人 而且是想要跟你有一个感情 像狗一样 比如说你跟你的iPad 可能没有感情你跟他只是玩 可是这个Buddy呢 一般机器人一般狗 而且不会掉毛嘛 就跟你有一个感情 好了那在我身边这个Buddy的CEO Rudolph我们来问问他几个问题 Solai how did this idea come about like the invention of Buddy So you know it's a dream of child I always wanted to create my own robot And three years ago we decided to create Blue Frog Robotics To democratize the robotics And offer real robots And realize the dream of brilliant people Live with real robots So like what does it do Other than I heard that it could sing It could dance Like why did you invent this Like for us consumers What can it do for us So yes our main target is families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nd the idea is to have a perfect mix between a personal assistant And iPad and a pet Because we really believe that the key to have the best interface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Is to create an emotional relationship It's why Buddy is so cute and funny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have this special link And the idea is you have a robot able to provide real services and not just a wow effect So real services for families So we can play with children We have developed games like Red light Green lights So you can just play on the screen Yes and you can move with the children And detect movement And this kind of thing We have a game for memory So Buddy will move and Yes and the children have to reproduce the same sequence You can play hide and seek So a lot of game for children But you can also secure your home So you can patrol autonomously in your house And if you detect burglar, fire or strange noise or strange situation You will send an alert, a notification to your application on your smartphone And you can be everywhere in the earth On the earth You can take the control of the robot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n your house Through the camera And move the robots just with your smartphone It can also play music And follow you in your house It can give you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weather Can propose recipes A lot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 can do a lot of things OK, I'm going to tell them 那我刚刚问说 为什么你会创新这个Buddy这个idea 他就说 这其实针对有小孩的家庭 那就可以陪小孩子玩 或者是让他们一直看手机 他这个机器人就好像 机器人也是一个狗一样 那他可以帮你 可以保护你家 比如说 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用你手机 用这个机器人来控制家里 家里有贼还是什么的 So like as a CEO of this Buddy Like where do you think the world of technology will be headed in 2018 Since like All is about AI You know Voice Assistant And Robotics We are like You know Really living the future So what is your point of view We really believe That in a few years Everybody Will have Personal robots It'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in 70s When Steve Jobs Created the first Personal computer At this time Nobody knew Nobody knew What to do With a computer And now All of you All of us Have more than one computer We really believe It will be the same thing With personal robots Because They will be so useful And integrated in our life Everybody will use it It's like smartphone But with emotional relationship So Our goal is to Create something And Easier to use Than your smartphone So when you will be in your couch You want everything It will be easier to say Hey buddy Can you do that Or can you help me It will be easier And take your phone Somewhere And Alright That in the past I asked him He said he wanted to In the past And the p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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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his interview Hello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这个Buddy 其实他们是一个法国的创新的机器人 他们希望在今年九月会发布 那刚刚我们有说到也是跟他采访了 他就说这个机器人是特别针对这些家庭有小孩的人 就可以让小孩跟他陪伴小孩啊什么这样子 那价格是大概一千五百美金 你觉得你们需要吗 那我们测试一下看他能不能问我 给我们太语跟他游几继续 Hello Buddy Hello Buddy Hello Buddy I learn Can you tell me the weather in Las Vegas Hello Buddy What is your need Can you tell me the weather in Las Vegas Today at 4 p.m. The temperature will be of 17 And the weather will be clear in Las Vegas 社家收身还行 有时候会很敏感 有时候还行 可是比如说刚刚我就问他 哎 发自为加斯的天气怎么样 他就告诉我的 所以你们想发现怎么样 你们觉得未来十年 你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机器人吗 就好像我们需要手机一样 那有什么想法 记得可以来到我Twitter I grow a little night You'll get you know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 今日华尔街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 华尔街电视杂志 和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主持人沈若 感谢收看 MING PAO CANADA